金铜社区2023精彩一同一文展 今天在金铜煤矿生活馆开展 作品除了社区长者 东南科大 金铜国小小朋友作品之外 并邀请了女性艺术家老师 作品共同连展 项目南瓜 缠绕画 书法 绿植 茶席 摄影等等 展现属于女性艺术家 独到的创作情感 不只是金铜地区 就是整个平溪地区来的学员 很多其实 他的本身的技能 本身的技能跟认知 其实都已经很不错 对 所以 其实老师得到很大的回馈 就是他们非常的投入 然后 几乎每堂课都会多增加 非常多的学员 因为他们会招棚一半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地方 因为你看好山好水 可是我带来的可能是好有趣 我们希望 这个地区 绿色旅游的概念就是 永续嘛 就普通人大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来画 而且它是一个很疗愈的事情 而且在画的当中 也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样子 那你在画出来之后 会觉得说 怎么变成了这么漂亮呢 就对自己很有信心 那对自己也有一个很有疗愈的工作 很多创作的一些艺术的作品 包括书画摄影的作品以外 还有一些疗愈的植栽 那这也充分的反映出我们 平溪跟青铜这边的一个特色 那展期是4月7号 一直到6月30号 欢迎大家利用这个萤火虫 季节的时候 白天来这边欣赏 艺文的一个展览 晚上也可以留下来 看看我们这边的当地的生态 还有萤火虫一个丰富的风景 女性艺术创作者 需要兼顾家务 照顾子女 在创作过程中更为艰辛 上个月是妇女节 下个月又是母亲节 精彩一同艺文展 出了表彰女性艺术家的创作成就 亦希望透过女性视角 推动两性平权观念 活动中很多都是女性 刚好前阵子是妇女节 这阵子 下个月是母亲节 那我们也是推动性别平等的 一个工作就对了 也希望说在这个部分展现出来 其实女性也有一份 很好的力量就对了 这一次的展览 就还有我们的那一个 淑快老师这一些缠闹画 然后我们的那个徐老师洪文 他也有这一个咖啡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年轻人 字号子安经营会年轻人 他们也有书法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一个老师 也有那个展览他们的印笔国画 那这个都是我们 字号子安基金会 长期以来一直不断的在经营社区 然后也不断的在培养我们的 这一个志工 各方面的这一些财艺 然后提供他们可以发挥的平台 这些女性创作者来到平溪 教中老年长者艺术创作 并鼓励偏向超高龄女性化的 金童中高龄女性勇于创作 也能透过艺术文创 为地方创造经济力 借传为平溪采访报道